一武剑气冻四方 游戏中的这个公孙李啊 原型就是唐朝第一女明星 拥有千万级粉丝的公孙大娘 是善武剑气西粉无数 这个公孙大娘啊 她倒不是个老大娘 唐朝那时候吧 家里大儿子叫大郎 大姑娘就叫大娘 所以呢 她是公孙家的大姑娘 剑气之舞是天恰无爽 咱们呢 先看看她粉丝都有谁吧 第一个 师胜杜甫 杜甫在少年时代 就观看过公孙之舞 当年那个公孙娘祖呢 是锦衣玉帽 较弱游龙 一曲剑气 挥洒出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 第二位 华盛无道子 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 体会了用笔之道 因而是毛色顿开 成为一代宗师 第三位 草盛张旭 那是个书法名家啊 就是因为观看了公孙的 陪将军满唐室 这种曲子李白师父 陪民建议的表演 是满场飞舞 惊心动魄 所以是深受启发 成就了 落皮走龙蛇的 绝世书法 公孙大娘的粉丝啊 还有谁 皇帝 唐宣宗 诗仙李白 书法家怀肃 太多了 咱们就不挨个说了 最后啊 咱们上一首诗圣 不服老大爷的诗听场 这诗啊 可比七哥写的强多了啊 有诗为圣 稀有家人 公孙氏 义武剑气 动四方 观者如山 色举丧 天地为之 九地昂 祸如意涉 九日落 九如群地 参龙祥 来如雷霆 双正怒 霸如江海 宁清光